有科技公司哲學中研院 科技部國研院 還有高雄榮總合作 開發出一款新冠病毒 快速檢測晶片 可以在二十分鐘之內 準確地檢測出人體病毒含量 比較低的感染初期 或者是無症狀患者 目前也已經取得了食藥署 緊急使用授權 把晶片查緊儀器當中 再注入檢體 稍等幾分鐘時間 就可以檢測出是否有新冠病毒 現行的新冠病毒檢測 有抗原快篩 抗體快篩 和PCR核酸檢測 兩種快篩的花費時間短 可是出現胃因未洋的可能性較高 至於PCR的準確度高 但是耗費時間較長 而這款新冠病毒快篩檢測晶片 和PCR採檢相比 使用電穴 檢測標的是抗體還有核酸 在感染初期 或是無症狀患者 經由唾液 鼻咽柿子等方式 最快三分鐘 最多二十分鐘內 就可以獲得準確的檢測結果 我們測的是核酸 所以我們會去看我們到底上面做的那些核酸 是不是現在變異株是也可以做到的 Omicron或之前Delta 其實都是我們可以測到的範圍 那如果未來有 我們沒有辦法測到的範圍的話 也只需要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重新去開發好 這樣一個新的檢測晶片 有一百六十一次的一個檢測 陽性還有陰性的一個一致性 都是百分之百 然後它的敏感性跟特異性 都超過九十五%以上 我想這個是在任何一個檢驗的方式 都是相當不容易的 這項技術使用了中研院開發的 生物細機場效電晶體平台 再結合自行開發的檢測技術 未來除了新冠肺炎之外 也可以發展到特定癌症的分析層面 目前這套檢測晶片 已經取得臺灣和美國的專利 還有食藥署的緊急使用授權 預估二月份上市 希望產學研一的合作 可以協助國內防疫更有效率 這次曹燕君周富財 台北報導